Hello,大家好,我是Eason 今天我们来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之前你们都看我的钢看腻了 我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二师兄的钢 Ian,二师兄 二师兄 二师兄啊 这个是二师兄的钢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钢现在有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了 然后当时也是我跟他一起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逃回来的 当时呢那个哥们也是所有的设备都收集好了 但是他后来要搬家 所以他就没办法 让我捡了个便宜 对,没办法去放这么大的鱼缸 所以我们就捡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鸿海350 然后大家可以看 然后基本上设备都已经有了 后期就自己额外添置了一点点设备 对,我们当时是有三个LED的灯 是Radeon的XR15的四代 对,然后有一个灶浪 MG40有一个 MG40也有了 对,然后Schimmer有 弹生有 然后灰水泵有 然后灰水泵有 Apex有没有 Apex有一个主机 Apex有主机 对,对 所以说当时我们花到五千 五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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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五加币 然后三个灯一套系统 然后一个淡风 再加上Apex主机 也是非常 也比较划算 非常划算 如果全新的话 大概要一万多加币 对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淘到了一个很好的deal 所以大家就是千万记住 在你下海之前 先找找你们本地的这个论坛上面 有没有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好的deal 有没有上岸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拯救他 把他的钢拿回来 然后帮他去养 对吧 对 二十公的设备啊 是基本上全是自动化 Apex系统 加上自动换水 所以线都藏在这个柜子里面 对吧 柜子里面非常丑 就不看了 我们就表面功夫做的好看点啊 里面大家应该能脑补出来什么样子 因为线非常多 对 因为我们养鱼的话 这些东西的设备其实线是很多很多的 这边一个 然后一个 Apex的dosing的 点滴泵 点滴泵是 第一 盖和 KH 对 KH 是这一个 对 这个 然后这边是自动换水 这头是抽水 那就是 对 这边是抽水 这边连接的是缸里的底缸 OK 然后从这边抽掉以后 排到了我的 因为我这堵墙里有一个 管子可以连到地下室去 OK 我所有的 混沿的地方都在那里 全在地下 全在地下 所以OK 所以这里所有的连接的水源 全在地下上来的 对 然后 所以我的补淡水的呢 也是从地下直接抽上来的 所以刚刚这里就没有那个淡水桶 在这里 就逼了啊 所以我们这里没有淡水桶 然后柜子里就是它本身的底缸 对 一会我们去地下看一下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设置 我今天一走进来看到这个缸真的是 无法想象它给长得这么旺盛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一开始一起去弄回来的 因为我也很久没有来了嘛 很久没有看这个缸的最新状态了 今天正好过来看一下 顺便给你们分享一下 然后进来真的就 我靠 能长成这样 比我的都长得好很多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底缸 它的底缸 是相当干净整洁 右边这一块 基本上就是放一些 放一些鱼石啊 一些 有的没的这些是吧 对 OK 然后这边就是红海的底缸 然后这个底缸 我们改造了一下 改造了 对 我俩去 把滤网去掉了 把下面的滤网全去走了 然后 用的这个是ClearSea的 这是5000 对 第二代 ClearSea 5000 第二代的这个卷子机 然后大概现在两个月左右换一卷 换一卷 对 那可以啊 两个月换一卷 对 现在越来越慢了 消耗的 可以可以 可能跟喂食少有关系 我一天就喂一次吧 大概一次到两次 心情好了早上喂个虾 不好的话就是投食自动喂 就说你们也有红海钢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可以改成这样的滤纸机的设计 因为下面这一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它本来的挡板的亚克力 这个亚克力就是当时的挡板 我们把 我们用那个小刀 把它切了之后 然后把那块玻璃板拿走了 然后正好可以放下 我们这个ClearSea 5000 现在就是棗缸里没有放棗 还是空的 对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淡风的设备间 Nios的160 对吧 Nios160 这个也是当时我们去淘整套钢的时候 已经带在这个系统里面的 对 后面就是回水了 嗯 然后我们20周也做了一个这个防逆流的一个发在这儿 对 就是很标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滤系统 然后后面还有那个绿材的大大反转 那个可能有点少 还得再多买点放进去 再放两块我觉得也够了 嗯 对 因为你本身上面石头也挺多 嗯 那大家看这边的管道 这些透明的管道 就是刚才我们那个Apex低定泵的管道 有低定 有低定的 有抽水的 有抽水的 换水用的 对 都在这边换水 还有不淡水的 所以管的很多 然后这个就是用来监控整个系统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素质 盐34.7 ORP250 PH很高 PH接近8.4 然后温度77.4 这相当完美的一个素质了 PH越高的话 珊瑚生长的越快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其他员 这边 每天点滴盖的话 大概43毫升 然后 38的KH 38.5毫升的KH 对 这个数值呢 它每天会根据这个Tradon的测试 它每天会有一点点的波动 它会自己调整 它会自己矫正一下 对 这就是Apex厉害的地方了 它能靠这个Tradon来检测 然后你给它设定一个具体的范围 你比如说你每天设定45左右 它如果今天数值低了 它会第二天多加一点进去 就全智能化的微调 然后下面那个就是 每天我设定的是 每天自动换水一加轮 这个就是换水了 对 这里是3700毫升 对 差不多就是一加轮 对 3700毫升 抽3700 补3700 补3700 对 它是同时进行的 大概在45分钟就换完 但是声音 噪音比较大 所以最好趁家里没人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时间设定为 家里没有人的时候 所以就不影响你 可以可以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牛逼 这套系统 这套系统现在真的是实现了 完全智能化 什么都不需要动 然后唯一需要的就是 自己获个盐 对 自己获个盐 然后把水接好了 就放在地下就OK了 然后所有东西全自动化 一切自动化 如果再懒一点 不要买吃虾的鱼 就只吃颗粒的 你基本上就是 就连喂鱼都不需要 喂鱼都不需要了 就自己那个APEX 这个投食机自己喂就行了 那像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 其实像我们如果要出去玩 基本上可以放上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应该没问题 三个礼拜应该都没问题 你只要有足够的淡水 两三个礼拜 绝对没问题 所以说花钱花在这个设备上面 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你想图审利的话 但是确实也失去了一些乐趣 有些人比较喜欢换水的 那就没办法 比如说三四弟 三给你们讲个笑话 其实也不是笑话 就反正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三四弟他的钢可能比这个再大一点 然后也是我们一起去帮他淘来的 然后他的设备也是几乎全部到位了 一样的设备 但是他手动补淡水 他手动补淡水 他有自动补淡水的ATK 但是他不用 他要手动自己往里面倒 然后他也有卷纸机 他也有这个卷纸机 他也不用 他就用手动去卷 因为那个卷纸机后来好像 他那个线给他扯断了 扯断之后然后他就每天自己回家下班回家用手去卷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也是很牛逼的 我看有没有机会去采访一下三思三四弟啊 三四弟这个太有梗了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去这个地下室看一下下面具体是怎样的一个设置 就是家里所有的设备都在 全在这里了 对 这个是锅炉房 对 然后我这里呢 就是 呃 这个是一个一个来 这个有点有点复杂了啊 我们一个一个来 我们总水源是从哪进来 从这里进来的 因为我加了一个 因为家里面的水进来的压力会比较大 然后 但是加拿大的规定呢 进到家里的水以后 经过这个减压法以后 家里的水压可能只有50左右 但是50的水压对于我们制啊 呃这个 呃淡水的话 它的产量会 它的产量会非常的慢 会浪费非常多的水 所以一般人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加了一个booster 一个泵 一个泵去增大它的压力 我正好这里附近呢 我就把呃 进减压阀之前 自己又加了一个减压阀出来 我把它的压力相当于是用到了 75到80左右 PSI 对PSI 所以的话就少了一个 那个增压泵 这个表上 对这个表示可以看见现在的数字 因为我现在正好在接这个淡水 OK 啊上面就处在淡水 OK 然后水就从这里进来 然后 我这里也算是比较赶得巧 因为这里设备间里有地漏啊 这些的都有 废水就直接派到洞里 直接派到这里的洞里去了 OK 啊这个是上面我们 对这个是上面我们 从钢里抽出来的海钢 那个钢里的废水 从这里出来 然后这根管子呢 是滤水机的 滤水机产出来的废水 OK 然后滤水机的水滤出来以后 通过这根管子到了我上面的这个桶里 收集桶里面的 哦这个桶里就是储存的是淡水 这是30加伦桶 呃对30加伦 我差不多我的钢的用量应该能撑大概两周左右吧 两周 对就是 它因为每天会消耗大概两加伦的水 它也会从这个桶里 这就相当于我的淡水桶 OK 我就从这里抽完了 正好从这里有四根管子下来 我走的是当时它呃 哪个抽 它本身就留了一个 它本身这个是吸尘器的 中央吸尘的孔 OK 我运气比较好 从那边 就在我们鱼缸的背后 对 废矢下来一根 中间有一点波折吧 但是最后还是成功了 所以我们看啊 这条线一直走不走走 我们的鱼缸在那个墙后面 对 所以说我当时想如果这里废矢不下来的话 就从墙上打一个洞 走铭线 铭管路从这里过来 但是最后比较好 从这里下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子 正好当时开发上有一个中央吸尘的管道 在这个墙体里面 一直走到我们鱼缸背后 我们就利用了这个管道 把我们所有的水管 还有电线 从这里给走了出来 走到这边 完美啊 这个是 APEX这个自动补淡水的 这个小水泵 小水泵 我放在这里 它的力还挺大的啊 我们从这一直要把水打到那边 这里得有个五米多吧 对 它实际上这个落差 只要可以的话 它还是可以的 对 我们落差没有很高 可能落差就一米一米多 对 但是打过去以后 那个力量会已经弱了非常多了 但反正能用 对 能用 对 下面这个就是 海水的 对 我可以给大家操作一波 正好我也没什么海水了 我这 因为我这里的空间有限 实际上这里空间 你可以留大一点的话 往里加盐会方便一点 这个是从上面淡水引下来的 对 我有两个阀 一个阀是在后面 OK 开了以后 上面的水就会下来了 OK 然后下到大概 一会儿没有声音的时候 就是下面的水位就已经够了 这个是控制什么的 控制这个加热泵 里面有加热泵 然后有一个泵 OK 然后它就现在开始混沿了 OK 所以这个外置水泵就是让水循环的 从下面留下来再上去 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混沿动作 对 因为我以前没有搞这套自动换水的时候 我用的是这个管子 大部分的鱼油可能都用的是这样的管子 我当时也是把这个混沿的时候 把这里开开 换水的时候 把这个阀门打开 接上我这个管子 也是靠这个水泵 把我的 再打到鱼帮里 对 也是泵上去 但这样的我已经都觉得太累了 太累了 我换水还是用桶的 我是原始的操作 对 所以之前 我是用这个管子 用这个黑管接在这边 然后再管子拉到上面去 对 然后再这样换水 对 然后从楼上的水用红锡把管子 还是用同一根管子 再排到这里 OK 所以现在自动的话就 给大家鱼油也推荐一个这个 如果你的鱼缸 比如说每次换十加仑的水 换你一定的百分比 你可以做一个这个L型 这边接你的管子 这边勾在你的鱼缸上 然后每次它这个高度 就是你换的水量 你可以自己去抓一个这个高度 OK 以后 每次你也不用站在那里看 它反正抽到一定地步 它也抽不动了 对 然后你往里补水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 要不然补多的话 会溢出来的 牛逼啊 牛逼 大家看一下 是从上面那个桶引下来的水 对 然后以前我没有淡水桶用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靠这个来补淡水 然后楼上放了一个淡水桶 然后每次要补的时候就把它打开 接一桶 然后拎上去 放在楼上去 现在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直接退休了 对退休了 对 或者是有一些紧急的 紧急情况需要淡水的话 需要淡水的话 就从这个就很快 对 如果紧急需要海水的话 之后设备要拆除 我也做了一个这个 排水的 把它打开以后 水就排掉了 OK 就全部都想好了 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我们都把这个转接头啊 啥的都已经安排上了 是 因为我这里的位置比较小 不是太完美 如果位置够大的话 实际上铜也可以更大一些 铜也更大 那就更就比了 里的线也可以更漂亮一些 对 我这里实在是没办法了 就这样都已经挡到了 那个网络呀 这些加里奥拉姆的那些线的位置了 那些一般不大会去动 对 但那些不太会去动 这基本基本上就是整个我们这个鱼缸的所有的设备的一个样子了 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多鱼有一个梦想的一个配置啊 我也是很流口水啊这样的配置 到时候等我们有更大的空间了 然后也来这样设计一下 做这样一套系统 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出去玩个半个月一个月的都没啥问题 我觉得只要这个桶够大 淡水桶够大 对海水桶自动换水 你也可以把它停掉 你实际上两周三周不换水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牛逼啊牛逼 我们这个鱼缸要养的好看 其实有时候技术不行 还是可以靠装备的啊 现在二师兄技术也是相当可以 它是第一个钢 这个是他开的第一个钢 然后就这么成功 所以说只要有心在这个上面花心思 我们都可以把它养好 OK非常感谢二师兄今天让我来他家 给大家展示他的这个整套系统 然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个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们一开始 一点点 真的是一点点 每一个珊瑚拿回来都是这么一小只 然后现在长成了这样 然后今天呢我还会帮他把这些大的这些珊瑚给切一切 如果你是温哥华本地的朋友 然后你有这个海岗需要珊瑚的话 到时候我把二师兄的这个email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跟他联系 然后看他有什么可以发图片给你们 你们可以跟他来这边买 肯定是比鱼店买会合适很多 而且会非常健康 半买半送 半买半送 讲究个缘分 讲究个缘分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大家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加留言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